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大受觀眾歡迎 最近剛剛在Netflix上架的日本動畫《派對咖孔明》 《PARIPI KOME》 有在聽我們Podcast的觀眾應該有聽我說過 雖然我的中文只有讀到小學畢業 但是靠著一套金庸小說和一本三國演藝 再加上長大過程中接觸了無數以三國為題材的遊戲和動漫 讓我不只中文得以維持一定的水準,更對三國頗為熟悉 就算稱不上是專家,但至少還算略懂 《我只是略懂》 也因為對於三國的熱愛 每每看到有相關題材的影視作品推出時 就會忍不住特別關注一下 而這次要介紹的《派對咖孔明》 就是近年來我個人覺得最有創意的改編作品 動畫版的《派對咖孔明》是改編自日本的同名漫畫 故事敘述三國時代蜀漢陣營的成像 也就是人稱臥龍的天才軍師駐個孔明 在武藏園和宿敵司馬懿對峙 這不敵病魔暴漢而死,享年54歲 沒想到當他再度恢復意識 卻發現自己穿越到了現代的日本東京澀谷 也恢復了年輕 在萬分困惑之際 孔明被一位女孩子英子美妙的歌聲給感動 於是毛歲自見要當他的軍師兼經紀人 幫助英子實現夢想 其實以三國和穿越為主題的作品不在少數 但我們覺得 《派對咖孔明》之所以能殺出一片紅海有三大優勢 分別是文化衝擊、動聽旋律以及經典重塑 其中文化衝擊指的是古代的孔明穿越到現代 對於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科技或是行為 感到新奇所衍生出來的各種校料 另外,孔明從來都沒有掩飾自己的身份 不只言行舉止維持著古人的優雅 就連服裝也堅持要穿著他招牌的雨扇觀金 只有在洗衣服的時候才會偶爾換上同色系的連身運動服 再來是動聽音樂 因為影集的故事環繞在孔明協助英子闖蕩音樂界的過程 因此劇中也有好多首十分動聽的歌曲 有些是經典翻唱 但也有符合角色心境跟劇情的原創音樂 再加上許多坑腔有力的Rap 讓整部動畫充滿了華麗又熱鬧的氛圍 而你知道嗎? 日文劇名裡的Palipi就是Party People的簡稱 所以翻成派對咖,不只貼切 也完全呈現了這部作品的歡樂精神 至於經典重塑,則是我個人最喜歡的部分 也就是將許多三國的典故、歷史甚至是人物心境 加上作者的巧思之後,變成了推進劇情的關鍵 例如影集裡就出現了很多孔明 曾經用來行軍打仗的兵法戰略 經過調整之後 成為了幫助英子多次度過難關的奇謀妙記 或是現代孔明將身邊所遇到的音樂人、看作事 和亂世時一樣徬徨的天下蒼生 決定要盡自己的力量去拯救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針對經典重塑的部分 解析動畫版裡面的人物、情懷以及計謀 帶你看看作者是如何透過了改寫正史三國誌 以及較廣為人知的三國演藝裡的原型故事 將他們融入劇情裡的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幫助我們突破100萬訂閱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派對咖孔明》 雖然在作品裡真正轉身穿越到現代的只有孔明一個 但我們還是能從許多線索中 找到作者投射在角色身上的三國人物 接下來就讓我們帶你認識幾位 在動畫裡出現過的角色原型吧! 諸葛亮自孔明是一位古今公認的天才 不只在治國與打仗上有名流青史的成就 他還是個了不起的發明家 甚至據傳天燈就是他發明的! 另外孔明的文筆也是一流 兩篇《流傳千古》的出世表裡產出的經距無數 像是《唯極存亡之秋》、《妄自菲薄》、《坐姦犯科》 《鞠躬進翠死而後已》等等 都被後世常常引用 而不管是小說裡還是動畫中 孔明都很喜歡裝神秘 讓人無法預測他的下一部 等到發現重計已經來不及了 因此他才會有《多智敬邀》的後世評語 另外,雖然《三國》裡面音樂造詣最高的人物首推孔明的勁敵周瑜 但其實孔明的音樂才華也是很強大的 不只會彈琴也寫過不少的詩詞歌曲 例如在《三國演義》中就有寫到 當劉備第一次來拜訪孔明時 曾經聽到一位農夫唱著孔明寫的歌 因此作者將孔明塑造成一位喜歡音樂的派對咖 看來也不是隨便說說而已喔! 《鷹子》是整部作品的女主角 被設定成是一個想要成為知名創作歌手的女孩 當孔明第一次聽見她的歌聲時大受感動 後來更在她的身上看見自己主公劉備的影子 認為鷹子可以用歌聲造福世人 所以將鷹子當成君主一樣輔佐 雖然鷹子的名字裡暗藏了和孔明的夫人 黃月鷹一樣的月跟鷹兩個字 他們兩人之間卻沒有愛情 不過鷹子的爸爸月見成燕雖然還沒有在動畫登場 但是她的名字也是來自於歷史上黃月鷹的爸爸 也就是孔明的樂父黃成燕喔! 喀北原本是連續三年稱霸饒舌大賽的超強年輕饒舌歌手 但因為壓力太大導致胃潰癢而一度消失 但受到鷹子歌聲的吸引 後來在孔明精心安排之下付出,成為了他們的夥伴 孔明認為喀北的天賦驚人,稱呼他為Baby Phoenix,也就是鳳廚 除了有浴火重生的影域之外 鳳廚也是三國時期和臥龍諸葛孔明齊名的軍師龐統的綽號 當時甚至有《臥龍、鳳廚、得一可安天下》的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當喀北和孔明在進行饒舌battle的時候 兩人的背影化身成為了三國人物趙雲和姜維 趙雲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蜀國知名的猛將 生平幾乎沒有打過敗仗 直到她的軍理生涯末期才遇見了年輕的姜維 不只識破了孔明的計謀 甚至跟趙雲單挑數十回合都還能站上風 後來趙雲把姜維的事蹟告訴了孔明 讓孔明決定要招降姜維 並且陪之她成為自己的接班人 雖然在動畫裡經驗豐富的喀北化身成為不敗的趙雲 對抗化身姜維的饒舌新人孔明 但孔明想要拉攏喀北則和小說裡 她想要招降姜維的敘述相符喔! 赤兔馬空腹的本名不詳 是饒舌界舉足輕重的巨星 喀北當年之所以會踏入饒舌界 則是受到了她的影響 後來也在她的鼓勵之下付出 赤兔馬空腹雖然看起來很潮 但似乎對於三國以及中華文化頗有研究 不只穿著印有關帝聖軍的外套 還能夠聽懂孔明念的詩詞 另外她名字裡的赤兔馬 在三國演義裡是蜀國名將關羽的愛馬 而且如果將她名字中的赤 加上喀北在日文裡的意思B 這正好組成了三國之名的戰場赤兵 《派退卡孔明》之所以能夠成為現象級的作品 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種賣點之外 我們認為還要歸功於作者對於三國故事精髓的深切理解 作為中華文化中最受歡迎的題材之一 三國的魅力絕對不是只有個性鮮密的人物 或是為人津津樂道的有趣故事 而是那些人物和故事背後的精神 光是諸葛亮為了報答劉備三顧之恩 燃燒自己的生命幫他復興漢事 最後卻爆漢而死 就足以感動無數的後世之人 而《派退卡孔明》精準並且巧妙地移植了原本故事裡的許多情懷 用現代的角度重新詮釋了這些乍看之下過時 但其實卻倦勇的價值觀 大大增添了作品的深度 而其中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以下這三個情懷 孔明活躍的三國時期是一個標準的亂世 漢朝興旺了兩百多年之後走向衰敗 群雄紛紛崛起,為了爭奪天下四處征戰導致民不聊生 心懷大致的孔明雖然有平定天下的才能 卻始終不肯出山,在龍中的茅座裡靜待天時 此時求仙若渴的劉備來到了他的面前 對著孔明說 《仙神不出,如蒼生河》 意思是說,您若不肯幫我,百姓就得要繼續受苦 最終也打動了孔明 而在孔明的輔佐之下,劉備雖然沒有復興漢士 但的確延長了漢朝的命脈長達數十年 他們兩人之間的君臣之情更是千古流傳 在《派對喀孔明》裡,時空來到了現代的東京 局勢雖然不像1800年前那麼混亂 但孔明卻在英子和喀北等年輕人眼中 看出了類似當年亂世時人們心中的徬徨 以及夢想難以實現的那種無奈和痛苦 雖然作者沒有明說,但我們覺得 孔明將這些臣服於星海中的音樂人當成是天下蒼生 在體制與市場的壓迫之下 遭到扭曲、打壓甚至是淘汰 讓他想起了主公劉備的大業夢想 以及自己當年壯志未求生鮮死的遺憾 於是他決定再次出山 燃燒自己的才能與靈魂 率領著這群夢想家們對抗時事 完成他平定天下拯救蒼生的終極目標 俗話說《時事造英雄》,越是混亂的時代 人才就越有出頭的機會 所以三國中的各種英雄人物就是因為身在亂世 才讓他們有名流侵蝕的發揮空間 而就算你不是三國迷 大概也都聽過一些 例如《劉備、關羽、張飛》的《桃園三結義》 或是曹操和劉備《逐酒論英雄》這些有趣的恩恩怨怨 在《派對咖》孔明裡 我們就看到了許多類似英雄喜英雄的情懷 不只賦予了角色們完整的人設 更讓他們之間的互動成為故事的高潮 前面我們提到《孔明用計》讓喀北付出 就是源自於他本人曾經看上敵對的年輕將領將為的殘忍典故 但除此之外 喀北和赤兔馬空腹之間的相吃相惜又互相競爭 也讓我們想起了《孔明》跟勁敵、咒威之間的餘量情節 另外在第九集裡 英子發現在街頭偶遇的歌手七海竟然是知名樂團的主唱 但因為唱片公司的規劃被迫成為違背自己心意的偶像歌手 而拯救七海也成為了英子繼續唱歌的最大總力 這段劇情的靈感來自於三國時代 關羽與張遼之間的故事 張遼原本效力於被世人唾棄的呂布 但是他的才能受到了關羽的賞識 因此當呂布戰敗時 關羽主動替張遼向曹操求情 不只救了他一命 還讓張遼得以在曹操手下大放異彩成為了一代名將 關羽無知不知道 經常的病人所長 如常的病人都會施忍 我們將在悲傷地組成為大地的益 我們強調天下怠歸到 天下太平了 《孔明》,我願意創造的 《孔明》,你能夠幫助嗎? 啊! 我自己 我願意創造這個聖課梁 前面我們提到,孔明雖然懷有不適之才 卻因為沒有遇到志同道合的人而選擇隱居 寧可平凡也不願意浪費才能在他不認同的人身上 但當他遇到了劉備,不只和他一樣以天下蒼生為己任 更願意為了他三顧茅庐 讓孔明覺得遇到了民主,終其一生輔佐著劉備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或許你會覺得,孔明那樣的價值觀已經不合時依了 但是派對卡孔明卻將他的忠義的情懷賦予了新的意義 那就是忠於自我和忠於夢想 對於英子和喀貝等人來說 他們雖然對於音樂有無比的熱情 但卻難免會在現實的打壓之下失去方向和動力 而孔明的出現表面上是幫他們出謀策劃 給予實質的幫助 但更深一層的是他所象徵的希望和夢想 這次轉生的孔明或許不再需要勢力恭親 但他卻用行動和理念告訴了這些年輕人 偉大的夢想是值得你用盡一切的力量去實現的 而且只要你夠堅定 就一定會吸引和你頻率相近的人跟你一起追逐夢想 劉備軍の孔明は五の武将周囲に 10日で10万本の矢を調達するよう頼まれた しかしそれは誰の目から見ても不可能な要求だった 《派對卡孔明》裡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作者改寫了在正史三國誌 或是明朝小說家《羅冠》中改編的《三國演義》中出現過的許多計謀 變成了幫助英子等人闖蕩星途的策略 而且動畫版還會在該集的開頭用濃縮劇情的方式告訴大家記者的原型 讓即使不熟悉三國的人也能輕易上手 還貼心地找來了熱門遊戲《真三國無雙》系列的聲優《增骨康祭》配音 相信耳朵靈敏的觀眾會很驚喜 以下是一些動畫中出現過的計謀 不過礙於篇幅今天就先不多做解析 但如果你想聽《雖妖講古》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敲碗 我很樂意多做一支影片 或是在Podcast上聊這些精彩的故事喔!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喜歡這部動畫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或是還想聽我們解析影集中的哪些三國典故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派對卡孔明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 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